2018年年底的一则科技新闻 引起了一场渲染大波 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一位副教授 通过基因编辑技术 对一对双胞胎婴儿的胚胎细胞 进行了基因改造 从而使婴儿获得可遗传的 对部分艾滋病的免疫力 这件事情不仅在学术界 也在全社会引起了争议 得到专栏生命科学五师奖的主理人 王立明教授 已经在得到上明确表明了 他的观点 那些观点代表了学术界 比较一致的态度 也就是反对和谴责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回顾一下 王教授那篇文章 写得很好 我本人也基本上同意 王教授的意见 因为这种打开 潘多拉盒子的事情 做起来要慎之又慎 不过学术界其实知道 当内森斯 史密斯和阿尔伯 发现了能够使用 限制性核酸内切酶 也被称为限制酶 将DNA常链切开 当伯耶尔等人 利用转基因技术 人工合成出胰岛素 当1983年孟山都培养出 第一株转基因植物 当上个世纪90年代 中国开始种植 转基因植物的时候 编辑人类的事情 迟早会发生 只是这件事情 发生的太快 太仓促 以至于这种风险 都没有进行评估 各种伦理上的问题 都还没有想清楚 我们知道人的很多疾病 和先天或者后天的 基因缺陷有关系 那么能否通过编辑 甚至改造基因 为人类医治疾病 甚至优化我们的基因呢 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它的效果 可能不会像我们 想象的那么神奇 而且未知的风险 要比我们想象的大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学术界才在这个问题上 特别谨慎 今天大家基本上 有两个共识 第一个是所谓的 14天规则 也就是只能在 不满14天的胚胎上 进行试验 因为超过14天 那就是一个人了 而不是几个细胞了 第二 可以改造 不能往下遗传的基因 比如说某个新生儿 因为基因的缺陷 先天无法消化蛋白质 可以把它的基因改造好 因为它经改造过的基因 不会进入生殖细胞传下去 南方科技大学的 那个副教授 通过直接编辑受精卵 改造出两个婴儿 就同时违反了 上述两个原则 因此不仅 中国的学术界在调查 美国的学术界也在调查 事先可能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没有披露的学者 包括他先前 所在单位的同事 那么基因编辑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不妨用英文中的 文本编辑来说明一下 比如说下面这个句子 在抄写的时候出了错 I have more than five apples 超成了I have more than five apples Than超成了Than 你要怎么修改呢 简单的办法 就是做一个字符串替换 把Than替换成Than 今天最为成熟的 基因编辑技术 是CRISPR-Cas9 这种技术的核心思想 就是上述这种字符替换 只不过基因只有四个字符 A G C T 它们代表核甘酸的 四种不同碱基 再具体一点讲 它的原理来自于 从细菌和骨菌的身上 发现的一种 免疫系统修复机理 当病毒入侵到细菌体内 并且将自己的DNA 嫁接到细菌的染色体上以后 这个系统就会启动 找到病毒的DNA 不动声色的 把它们从自己的染色体上 切除掉 而Cas9就是免疫系统 用来切掉目标DNA的工具 也就是一种酶 从2010年开始 詹尼弗·杜德纳 爱马纽埃尔·卡彭蒂 和美籍华裔科学家张峰 各自独立的探索 用CRISPR-Cas9 进行基因编辑 其中杜德纳和卡彭蒂 获得了2015年 生命科学突破奖 而张峰的工作 在2013年被科学杂志 评为当年十大科技突破之首 同年张峰等人 成立了Editas医药公司 这家公司既不销售产品 也不研制药品和治疗方法 只是提供技术服务 居然在2017年上市了 而且市值高达20亿美元 这是2017年年底的数据 这说明全世界 对这项技术的未来前景 非常看好 那么有了基因编辑技术 是否就能够将 人体内复制错的基因 修改回来呢 70年代就有这种想法 虽然当时的基因编辑技术 还不是很成熟 但是科学家们 还是开始付诸实践了 当然最早期的试验 是在果蝇和动物的身上进行的 研究了20年之后 FDA批准了临床试验 接下来的10年 也就是1990年到2000年 是基因治疗研究的 第一个黄金时期 全世界陆续有少量的 临床试验获得成功 比如说1993年 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的科恩教授 利用基因修复技术 治疗了一起 先天没有免疫功能的婴儿 这个小孩因为基因缺陷 没有办法产生免疫系统 所需要的一种酶 如果不救治的话 很快就会死亡 科恩的办法是 先用一种病毒 将一段正常的基因 替代掉他干细胞中错误的基因 然后得到正常的干细胞 再将这种干细胞 注入回小孩的体内 从此这个小孩就有了免疫力 但是四年以后 他这样通过后天 获得的免疫力又消失了 因此需要再来一遍 到2000年 全世界一共有2000例基因修复 有一些成功了 但是很多并不成功 比如说 在上个世纪末 欧洲的医生为了治疗 儿童先天免疫功能缺乏 进行了基因修复 结果20个做试验的人中 有5个人得了白血病 因为正常的细胞被改成了癌细胞 其中一个人很快就死亡了 这件事情也导致了 在2003年 FDA终止了所有的基因修复临床试验 当然这十几年来 科学家们也没有闲着 他们在不断地改进技术 到了2012年 事情又有了转机 欧洲成功地用基因修复技术 治好了一些罕见的疾病 2017年 FDA又批准了类似的试验 基因修复治疗 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 那么基因修复 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风险呢 为了说明它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 前面讲到的 那个字符串替换的例子 也就是把Vin变成Vin 要知道基因编辑 在进行字符串替换的时候 是可以进行全文替换的 它有可能把不该换的地方 也给换了 我们知道英语中有些地方 可能该保留Vin 是不能被替换成Vin的 比如说SingsVin 里面的Vin就是如此 如果我们简单的 使用字符串替换 这个地方就被改错了 把对的地方改错了 带来的危害 通常要远比 把错的改对了 带来的好处大得多 这是基因编辑的第一个风险 今天的CRISPR-Cas9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上述错误 这主要是因为 CRISPR-Cas9技术 要求匹配39到42个合干酸 在基因中 有那么长的合干酸序列都相同 这种巧合是很难碰到的 这就好比说 在上面的英语替换中 如果我们限定 要匹配到10个字母 才允许替换 那么我们可以规定 把more than替换成more than 而不允许 简单的在then和then之间替换 这样就能够避免 很多物替换 但是CRISPR-Cas9 本身依然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它的成功率 还远不到能够实用的阶段 另外切割DNA 远不如替换字符串那么简单 DNA的断裂处 不完美 基因修复除了编辑的工具 有很多不足之处以外 还有第二个大风险 就是目前人类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DNA经过RNA 然后合成蛋白质的激励 绝大多数和基因相关的病变 都是和多个基因错误有关 我们不妨用标准考试中的 选择题来说明它 我们知道有两种选择题考试 一种是每道题只有一个答案 ABCDE五个选项 正确的答案必在其中 而且是唯一的 这样我们只要找到 正确答案的选项 就可以得分了 但是还有一种多项选择题 ABCDE这五个选项中 可能有两个是答案 也可能有三个或者四个 只有全部选对才能得分 如果三个正确的选项 只找到了两个 不仅不能得分 还可能会倒扣分 后一种情况 就是今天基因修复所遇到的问题 绝大多数情况下 仅一种核干酸的替换 并不能解决问题 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第一 基因编辑技术 给人类治疗和遗传 以及后天基因突变产生的疾病 带来了希望 后者包括心血管疾病 癌症和老年痴呆 第二 今天的基因编辑技术 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 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 第三 目前人类对于基因编辑的底线是 不创造能够通过 遗传下去的基因 以免对人类和自然界 带来不可逆的变化 但是从长远来讲 改造人类基因这件事 可能拦不住 其结果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不可预知 第四 修复基因是一件 很有商业前途的事情 因此才有人不断的投入资源 研究这项技术 但这本身也是一个陷阱 因为会有人为了商业目的 去突破底线 此外我还想告诉大家 即便将来能够通过基因编辑 治疗我们的很多疾病 我们依然要注意身体 这就好比是 我们不能因为今天汽车 几乎所有的故障都能修 开车就不小心 出门总是磕磕碰碰 该做保养 该去维修不去做 毕竟那样 修修补补出来的汽车不好使 对任何人来讲 预防疾病 为你介绍人类已知的 最强大能量的应用水平 以及它的难题